这个在新的一年的时候 我们大家赶快来关心一下 2022年所有人的运势 首先我们就先请阿弥陀老师 好不好 2022年各星座的整体运势如何 对 所以我们这边有 十二名的这个排行榜 但是大家的比分 其实也相距不是真的很远 所以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第七名好不好 第七名的星座呢 就是我们观察 你的太阳跟上升 如果是落在处女座的朋友 我们在2022年的一个运势 就是职场上的会有一些变化 好 可能呢 你意想不到的工作机会 来到了面前 或者是呢 我原本觉得我好想换工作 可是老板突然给我加薪了 好 一些这种新的变化 都能够为我们带来 更多的一个活力的 然后呢 对 还不错呢 其实我们要恭喜呢 这个第六名的星座 如果你的太阳跟上升 是落在水瓶座的朋友 水瓶座的朋友呢 在2022年虎年这个星座 我们说是安部当居能够找到出路 因为今年这个流年的木土星 其实都在水瓶座 加上年中有一段时间 它是处在逆行的状况 所以我们会提醒水瓶座的朋友 当我们觉得很多的运势呢 你觉得我想要突破 没办法突破的时候 我们从自己过去所累积的经验当中 可以找到很多解决的办法 你会发觉自己的实力 其实是被大家看见跟肯定的 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八名的星座 如果你的太阳跟上升星座 有落在双子座的朋友 双子座的朋友呢 我们在今年的一个情况是要提醒大家 言多必失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今年有一次的这个水星逆行 就是五月份的水星逆行 刚好就发生在水星这个守护的双子座 所以这个威力要小心 然后特别是双子座的朋友 一定讲话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 然后今年十月份呢 有一次火星的逆行也发生在双子座 所以这段时间呢 双子座的朋友很可能会因为一些 这种比较急躁 或是一时激愤的这种言语 影响到我们的一些人际关系了 所以提醒自己 如果能够这个谨慎一点的用词啊 谨慎一点的发言的话 其实运势就会比较顺了 好那我们来看第五名好不好 第五名如果你的太阳跟上升呢 是落在巨蟹座的朋友 好我们要说的是感情世界是多彩多姿的 这里我们可以讲 如果你是单身的巨蟹座的话呢 其实在今年你会发觉 好像我的这种心情上 其实已经准备好 这种可以接受这种新的恋情了 那已经有伴侣的巨蟹座呢 今年其实你也会有很多的这种 小小的确信 小小的甜蜜机会 好让我们这种感情的生活 觉得非常的满意的 旁边的人也都会很羡慕哦 我们来看第九名 如果你的太阳跟上升星座 是落在射手座的朋友 射手座的朋友怎么了呢 今年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好讲实在话 射手座的朋友 应该你们心里都会觉得 我已经闷了很久了 对不对 特别是去年 好像很多事情 我都已经蓄势待发了 怎么好像又遇到了一些状况 那我们在今年呢 射手座的朋友 我觉得依然是一个 我们可以调整自己方向 跟目标的一个时刻 你会准备 当我们都准备好了 其实自己的 不管你是能力啦 你的一个心态上啦 其实都已经做好准备 就只要等待 东风吹起的时候 马上就可以从第九名 往前要升了 我们来看第四名的星座 如果你的太阳跟上升 是落在天秤座的朋友 要恭喜天秤座咯 天秤座其实是 抛开过往遍地桃花 这里我们讲的 其实在感情方面 如果天秤座的朋友 其实我们不管是 我们讲说现在单身 我希望有一段新的恋情 或者是我跟我的伴侣之间 其实相处起来 好像有一点点失去了火花了 这时候我们都要讲 我们能够忘掉 过去的一些这种 不愉快的事情 不要时不时就翻旧帐 或者是我遇到一个新的对象 我就拿过去的对象 来跟他相比 我们都用一种 比较新的态度 新的这种观察的角度 来面对我们的感情世界 还有一个天秤座的朋友 在今年这种贵人桃花 也很多 所以值得好好的把握一下 好我们来看 第十名好不好 第十名如你的太阳 跟上升星座 是落在金牛座的朋友 我们今年 其实是各种关系受到考验 确实在今年度 几次的这种日时跟月时 会发生在金牛座 天蝎座的轴线上 所以金牛座的朋友 可能一些事业合作伙伴 或者是一些伴侣关系 确实是受到考验的 不过大家不要一听到考验 这两个字觉得好紧张 你要想如果我们之间 我们跟我们的合作伙伴 或跟我们的伴侣 我们能够携手一起度过考验的话 这才是真正的这种 很扎实的一个情谊 对不对 所以也是可以好好的这种 我们用心态上的一个调整 来面对今年的运势的 好我们来看第三名 第三名如你的太阳 跟上升星座 是落在狮子座的朋友 我们要恭喜了 要很多意外的机会 值得好好的把握 好 失足的朋友呢 其实今年在夏季跟秋季 这两个特别这个时间 你会觉得在工作事业上 有好多机会来到我的面前 很多都是我没有想到过的 哇 怎么会有这种好运 好 那我要不要去抓住它呢 当然不要错过 对不对 所以失足的朋友 今年去把握各种 你觉得我要不要接受的 这种挑战的话 都能够再创很多事业上的高峰的 好 我们来看十一名咯 如果你有落在 摩羯座的朋友 好 我们的一个运势就是 累积实力即将蜕变 很多摩羯座的朋友都会说 还要累积吗 我已经等了两三年了吧 对不对 但是不要担心 不要害怕 为什么摩羯座的朋友 我们绝不缺的就是耐心了 而且在这段期间呢 我们不是放空 整天这种追剧偶尔追 但不是天天都在追剧 我们还能够默默地 累积我们的实力 想要理财的摩羯座 我们就好好的去 进修一些理财的知识 好 那想要去 这个职场上再做一些 这个打拼的朋友呢 一样累积职场上的实力的话呢 好 在未来 其实是即将蜕变的 第二名 如果太阳跟上升 是落在 牡羊座的朋友 我们要恭喜咯 牡羊座的朋友 把墨人脉就能够这个梦想 能够成就的 好 因为确实今年 我们从五月之后 流年的木星就进入了牡羊座 所以会发觉牡羊座的朋友呢 好像我就有那么一点点这种 心想事成的魔力了 好 所以呢 这时候自己有一些过去 所累积经营的人脉的话呢 好 不要忘记它 趁这个时间对不对 大家现在拜年啦 赶快跟老朋友联络一下 或许你就会发觉 这些过去自己所 有意无意累积出来的人脉 都会为我们带来 非常好的一个帮助的 好 现在 等于些啊 剩下哪两个星座 双鱼跟天蝎 都是一个水元素的星座 哎呦 双鱼跟天蝎 来 十二名 十二应该是双鱼吧 哦 笃铃哥 预测的准不准呢 或者是我们观察的角度 会不会是一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十二名 如果你的太阳跟上升 是落在天蝎座的朋友 我们说 修身养习规划未来 确实 如果你身边 有天蝎座的朋友的话 今年我们跟他联络的时候 你都可以给他一个 温暖的拥抱 好不好 为什么这样说呢 温暖的拥抱 对 因为天蝎座 我们讲天蝎座这个星座 本来对于很多的关系 特别是感情上的经营 都是非常在意的 但今年度一样 我们刚刚讲了 日月时发生在金牛天蝎 这个轴线上 所以天蝎座的朋友 今年很多这种关系 确实受到考验了 还有一个就是 天蝎座的朋友 今年在财运上面 真的是两个极端 你会发觉 有少部分的天蝎座 在2022年 真的是那种赚到 可能都心里觉得 我是不是快要 这个看到 赌铃哥的这个尾巴了 就是他们在 天蝎座的朋友 有一部分 今年真的也赚很多 但是也有 比较多一点的 天蝎座朋友 今年如果你的投资 比较不注意 比较用一点 比较那种 比较大胆一点的投资的话 今年真的要 这个改掉这样的一个习惯 因为很可能 你的判断失准的话呢 你过去几年 累积出来的财富 可能就在今年 奉献给其他人了 这也是好事 功德一桩了 好 我们最后来看 第一名了 真的要恭喜的就是 让人很羡慕的 双鱼座啦 双鱼座的朋友 充滞事业 而且可以累积财富 双鱼座会觉得 我好像在海里游了很久 今年终于轮到我了 确实流年的沐星 今年前半年的时间 都位在双鱼座 所以双鱼座的朋友 真的要趁着现在 刚这个过春节了 对不对 凡事都非常的积极 有动力的时候 去找到自己的一个梦想在哪里 而且就朝着这样的一个目标前进的话 今年你会发觉 想什么来什么 然后身边的人真的都会羡慕我们 在事业上的一个成果 带来的一个财富的 所以恭喜大家参考